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一线的消防人员是重要工程 而云南县消防局这一天就举办了年度的表扬大会 这获奖的36人 不论是火灾的抢救或者是紧急救护 都表现出专业的态度 以及为民付出的精神 而透过这一次的公开表扬 除了给予鼓励跟肯定 也希望更多消防人员都能够以他们为学习楷模 为了感谢消防人员辛苦且无私的付出 云南县消防局举办了108年楷模表扬大会 总共有36位的消防人员以及一销接受表扬 今天我们特别举办108年消防及一销 表扬杰出优秀的所有的人员 非常隆重的来表扬 尤其是我们所有的消防及一销的人员 平常无私的奉献 而且运用他们的专业来救助我们很多的乡亲 保障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得奖名单当中 其中一销总队副总队长林建豪 更是服务超过44年的时间 将大半辈子的时间都拿来奉献在消防 而谢明陈东花是因为过去 曾经受到消防的帮助 现在也来担任防火宣导志工 我其实是因为我被救护车救回来的 所以我在第二年的时候 我就加入了这个防火宣导的工作 这样子 那其实是想要回 就是回馈的意思 今天有这个荣幸来参加这个典礼 内心非常的高兴 它会是一种富春 很荣幸可以参加四十几年的 除了救灾以及防火宣导 其实用电话也能够救人 救灾救护指挥中心执行员吴姓珍 就是靠着电话的方式引导民众 他也在之前六月份 北港五金大卖场的火灾当中 拯救六位民众 之前在四五分队当过队员 然后也在指挥中心当过执行员 然后北港大力市火警案件 就是一通电话救出了六位民众 那我们就是像我们的标语讲了 一通119让爱长长久久 相当感谢了 我想今天整个36个警疫销 这地方都是为我们引力县的 泄民来做服务 没有他们的话 我们的生命安全可能就会受到威胁 那也因为有他们说 让我们引力县的泄民 他的生命安全受到保障 119可以说是全国民众 最安心心人的电话 大家只要遇到困难或者是灾害时 消防人员就会立马赶到 并且提供帮助 透过这次的北洋活动 也希望大家能够来肯定 消防人员的付出 姐将以云林县采访报导